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乙旺 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三样东西啊 可以直接帮大家解决掉口臭,糊臭,还有脚臭这三个问题啊 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个观众朋友就问我了 说乙旺你可以不可以拍一下关于这样的视频 其实说实在的都是非常尴尬的三个话题啊 那我就上网大量search啊 然后寻找这些话的资料 说实在的很多人都会被这三样东西来困扰 而特别是口臭啊 有时候呢比方说我喂火上来的时候呢 我也会有我也会有这种困扰 甚至你都不敢自信的和别人沟通说话 像我说话我都要把脸撇开 不怕就说人家或者是猛吃那种口香糖或之类的 怕就是对别人有一种非常尴尬的情景 而且呢还有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啊 一开口完了 那但是呢在我搜索当中呢 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法 可以治口臭啊 我们就直接说吧 不用不好意思啊 那我今天为什么拍这个视频呢 就是因为我在一个星期以前 我无意中和我身边的做药房的这个小姑娘 我们俩聊天聊起来 她介绍我一样东西 那当时我说哎好吧 那既然你这么说呢 我就试一下 我在四天之内 我以前其实蛮严重的因为我主要是胃火嘛 我蛮严重的四天之内哦 马上消失 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我说我天哪 这可真是天大的消息 我一定要分享出去 因为这个会对很多人带来困扰 而且对我自己也是觉得感觉特别尴尬的一件事情 我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 他说其实这个比较尴尬 因为有些时候当你跟别人说你有口臭什么的 别人就会觉得 哎你怎么这个人这样子 有的人甚至不愿意听 不能理解 我说你如果跟人说哎呀你有口臭 但是你又帮不到人家 你又给不到人家好的建议 人家肯定不高兴了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你说了你也帮不了他 只会让他更尴尬 对不对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今天呢我要介绍这样东西给大家 绝对是我亲自试验过的 非常好用的啊 那但是因为口臭呢 是有分几种的 我放在后面讲 我们先来讲一下 狐臭和脚臭啊 那这两样东西呢 我大量 我当时呢 他当时有观众朋友想听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做资料收集 原来呢 我其实我们亚洲人是非常幸运的 在我们亚洲圈子里边 有狐臭呢 的人呢比较少 但是其实在西人圈里边 几乎是 十个里边有九个 或者九点半的人都有 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 纸 纸汉剂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 popular 就是普遍 你几乎你去任何一个商店 你都会找到 类似这样的东西 看到了吗 这个是一个女性用的纸 它叫 纸汉剂 什么叫纸汗菌 因为大家都知道 狐臭的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 你分泌的汗液太多 然后由于潮湿 你又不能及时的处理 它就会滋生细菌 这个细菌会发 就会出 就会出现那种很臭的味道 再加上西人特别喜欢吃洋葱啊 可能肉类 很多原因了啊 但是可以说的是 狐臭在西方国家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在亚洲国家 是不经常见的 不经常见的 但是呢 狐臭和脚臭 都有一个非常共同的特点 就是 它们都是由细菌造成的 它其实我们 身上虽然出汗 汗液本身 不会说是很难闻 不会说很难闻 除非是 那种抽烟喝酒 生活习惯特别不好的人 它可能汗就会有种酸酸的味道 但是真正一个人的汗 剂里边是没有味道的 大家肯定说 千万一望你推荐这个 谁不知道啊 这个绝对不是我要推荐的 因为它呢 是将会 抑制你的汗毛吸孔 出汗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汗出不来的话 对身体也不是什么好事 特别是我们夜下 是经常出汗的地方 我觉得 我不是很建议用这个 但是在西方国家 非常非常的通用 非常的普遍 大家都是买这个来用 那我今天要记号什么呢 我记号的是这个东西 这灯光你们能看到吗 看到了吗 这个呢 是免洗消毒液 就是擦手的 擦手的免洗消毒液 可以杀死99.99%的细菌 那我们平时 这个是拿来干嘛用的 就是我们平时出门的时候 会又在手上擦 就是然后你 比方说你要吃东西 你没有地方洗手 我就把它擦在手上 确保手上没有细菌了 我就可以吃东西 吃东西 那这个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专门杀细菌的 那其实在我们 就是夜下 比方说出汗的时候 当然现在也有种湿纸巾 湿纸巾呢 也是可以皮肤上用 但是同时下 杀菌的 也是可以杀90%以上的 那种细菌的湿纸巾 一定要是用给皮肤的 不要拿来擦桌子的 你来擦下 擦这里就不行啊 一般的情况底下 就是比方夏天 我们很热 就是要用湿纸巾擦 擦完之后 用干纸巾擦 干净了以后呢 把这个擦在叶下 非常的好用 因为它直接帮你杀菌 没有了细菌的话呢 汗液是不会发出 那种很难闻的味道的 所以在治胡臭里边 我是非常推荐 非常推荐这个的 是杀菌 所以因为当我们 如果想治疗某一样东西 我们首先要知道 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以前比方说 比方说治臭脚吧 脚臭 那很多人说拿什么 大蒜的 什么茶叶啊 乱七八糟 很多东西 醋啊 拿来泡脚啊 这些都是土方 是因为以前并没有 很多类似这样的 就是杀菌的物品 那种土方里边 就会用那种 一直流传下来 那么大家都以为 那个可能是药方啊 当然它也可能 也有它的作用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试过 可能并不能 真正达到效果 但是现在的科学 大家研究出来知道 脚臭和糊臭 很多都是因为 你的细菌造成的 那我们的鞋子 OK 你干燥 你需要在太阳底下 晒太阳 可是鞋子 有些时候里边 你根本晒不到太阳 你最多能把它凉透了 但是那怎么 那细菌还是有的 所以你一穿进去 你一出汗 马上就要脚臭了 对不对 那对于脚臭的 我推荐的是这个 再加上这个 那我这个之前有推过 就是它呢 是专门是杀菌的 百分之百全天然的 一开始我以为是安树 但他们说这不是安树 这是另外一种 植物的 纯天然的一种喷雾 它可以 就是 厨房也可以用 然后 洗澡间也可以用 像你甚至长那种黑毛 它都可以用 那我平时拿来用什么呢 就是每天晚上 我会把它喷在鞋子里边 把它喷在鞋子里边 像 我们家也有男孩子嘛 男孩子家 就是难免工作的时候 脚臭 就会有脚臭 那我就首先 先把鞋子给喷上去 然后呢 晚上呢 把脚洗干净以后 当然你的汗呢 就是还有上面这个死皮呀 就是脚支架呀 一定要都剪干净 把它搓干净 拿那个 就是比方说那种 消 拿那种 就比方说那种 那种可以消毒的肥皂啊 把它脚全部都洗干净之后呢 擦干 然后再擦上这个 就是你保持住 一直就是为了杀菌 就一直保持在杀菌的状态底下 那你这个臭味呢 和所有的那种异味都会消失 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目前为止呢 我觉得这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好用的 因为我们知道了 问题出在哪里 那我们就直接从问题上 直接解决 而且这些都是 就是非常纯天然的东西 这个呢 是擦手的 你吃东西之前 你用完之后 你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啊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 然后呢 这个呢 是纯天然的 所以这是两个 制糊臭 制糊臭的用这个 制脚臭的 这两个都一起来并排用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说到重点了 就是口臭 一说到口臭 大家这个话题 特别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啊 甚至有人真的是 真的是一件 非常让人尴尬的事情 那我呢 就是 其实也是被 一直被困扰的 因为我自己肠胃 也不是很好 那有一天呢 我就和我身边一个女孩 她是做药房的 我们俩就一起出去 然后她可能 发现了我这个 这个 这个口气的问题 然后她不好意思说 她说 啊 那个我发现 谁谁谁啊 有口气 因为她想借助这个机会 和我讨论 就是这个药丸 就是吃这个东西 吃什么可以让自己 这个好起来啊 然后我就很直接 我说 对啊 我说我自己也有啊 而且就是很困扰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 来抑制她 我说你没看到我整天 一个字 就是吃那种 口香糖之类的东西 我确保就自己 不要去 让人家很尴尬啊 这样的 口臭呢 也分几种了 有的人呢 是因为口腔内 比方说溃烂呢 或者是发炎呢 或者是牙齿烂掉了 它都会有这个 会有口臭的味道 那这个呢 你可以通过刷牙 通过就是那个 就是用那个消 漱口水 漱口水是消炎的嘛 它可以让里边就是 等你的牙周炎呢 什么都好了以后呢 口臭就可以解决了 甚至你看牙医都可以 这是属于口腔内的东西 而且还有一点呢 是曾经听人说过 我们口腔之内呢 最好要保持在 两个到四个小时之内 空档期不要吃东西 因为呢 两到四个小时之内呢 我们的这个唾液呀 可以帮我们杀菌消毒 但是如果你一直嘴里边 保持吃着东西的话呢 它就会一直滋生细菌 然后呢 那唾液呢 来不及杀菌 所以呢 就会造成这个细菌 在里边增长 它就会变成一种 不好的气味啊 这我现在讲的是 口腔里边的东西 那这个呢 我们不说 因为 这个还算是 比较容易处理的 最难处理的是什么 来自于我们内在的东西 像胃热呀 胃酸多呀 像胃部的东西 你是从里边 发出来的口气 那你就真的很难治疗 特别是早上 你一睡醒的时候 你就是说你不用说话 你光喘口气 可能这个味道都很大 那我这个朋友 介绍我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 乳酸菌 乳酸菌 也就是说 我们平时吃的yogurt 吃的酸奶 但是呢 由于平时我们吃的酸奶呢 那个乳酸菌不够 所以呢 我们必须吃这种药丸 这种药丸 这一粒药丸呢 可能等于几百倍的 那个酸奶 而且就说 它是不需要冷藏啊 也不要 就这个是 这种药丸呢 分很多种 有的呢 是需要放在冰箱里的 而这两种 是不需要放在冰箱里的 我一会儿 给大家照清楚一点 这个牌子的 这个乳酸菌呢 是 这个呢 是比较 这个牌子的乳酸菌呢 它是 正常人都可以吃的 就像当吃 酸奶一样 它就为了平衡 你身体里的好的细菌 像 如果我们胃酸多 或者是吃饭 没有节制 或者是说总之饮食不得当的话呢 我们身体里边就是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细菌 那这些好的细菌就会盖不过它们 那它就会滋生 滋长 然后就会发出那种不好的味道 那这个药丸呢 它就是 就是 普通的 像 酸奶一样 那有的人说 哎呀我吃酸奶可以吗 可以啊 如果你不是很严重 或者是你正常的 你为了防止有什么不好的 那你可以保持每天吃一罐酸奶可能就可以了 但是我的情况呢 可能有点严重了 我就必须吃这种酸奶 就是已经有气味了 就要吃这种酸奶的这种药丸 这种药丸呢 就是早上一粒 或者是晚上睡 最好 他说 我那朋友说 最好是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粒 这个是任何人都可以吃的 相等于是吃酸奶一样 任何人都可以吃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好 而这个呢 这个呢 是当时呢 我去药房的时候呢 我就去问那个药房的药剂师 我去药房问那个药剂师 我说呢 我一个朋友介绍我吃这个乳酸菌 然后呢 就主要是 我就直接老当说 主要是为了治疗这个口气不好 然后他就说 那你的胃部有没有不舒服 因为乳酸菌呢 乳酸菌呢 分很多种 我说 有时候胃会不舒服 有一些甚至有时候 胃酸会多 那他就给我介绍了这个 这个呢 就是给那个 就是有一点点治疗作用的 就是比方说 有胃病啊 或者是胃不舒服的人呢 就是吃这种药丸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知道你们能看清楚 上面写什么 而且这个品牌呢 是澳洲最好的乳酸菌品牌 首先声明啊 这里不是打广告啊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牌子 那我 我就是吃了这个 一点都不夸张啊 我只吃了四天 只吃了四天 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好神奇啊 真的 我就是到那种什么程度 就是我吃了四天之后呢 我就和我家里人聊天 我家人说 没有气味了 然后就 就是让他 我说 赶快赶快帮我闻闻 再有没有这种味道了 虽然恶心啊 但是 就是说我女儿就会说 妈妈真的是没有了 就是我很想开心的想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会困扰很多人 而原来只要吃这个四例就搞定了 我只吃了四例哦 但是因为我的肠胃可能一直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还一直在坚持吃 那你每一天只要吃一例就好 那医生也建议说如果你很严重的话 可能要吃两例 但是你必须是要 如果早上吃就永远早上吃 如果是晚上吃就永远晚上吃 给自己有一个就是这个规律 好让身体好调节 而且呢 我们在 我在那个 我的朋友呢还说 他还可以治便秘啊 就比方说他对里边胃肠啊 肠道里边呢 都有非常好的帮助 因为他是在增加你身体里的好细菌 就是为了去抵抗那些不好的细菌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觉得吃这个第一 它是很安全性的 就像我介绍这些纯天然的一样 它就是普通的酸奶 只是增加了很多倍啊 然后呢 为了平衡我们身体里的细菌比例 那也就是说 我们身体里边 身体里里外外 所有的这些不好的味道 它都是来自于细菌 细菌的滋长 你没有正确的压制这些细菌 它就会滋长 然后就会有不好的味道 不好的气味 所以呢 当我真的自己吃了四例 就完全好了 这件事情 我说我天哪 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告诉我 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 所以我就真的是 我是真诚的分享给大家 而且跟大家声明 这不是做广告 你可以去买任何牌子 但是相对来说 这个在澳洲是最好的牌子 记住这个小蓝人啊 这个小蓝人 这个是最好的牌子 然后这个牌子也不错 这个牌子也不错 大家去找一下 那我一会儿呢 我会把这个两个乳酸菌的牌子 名字写在视频下方的那个说明栏里边 你们可以进去找 然后呢 这个这些呢 我也会把它写上写在下边 那我不知道在国内啊 或者说在不同国家的人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写英文以后呢 你们可以查一下 看看在你们的国家 日本韩国或者美国加拿大 看看你们的国家有没有卖的 但是我相信这几样东西 都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东西啊 非常普遍的东西 好了 我相信你今天的资讯呢 一定可以帮到很多很多人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帮我分享出去啊 那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